2月4日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 迈阿密国际与中国香港队 在香港大球场举行表演赛 球星梅西由于身体原因并未上阵比赛 香港特区政府在赛事结束后表示 主办单位欠球迷一个解释 相关部门将根据协议条款与主办单位跟进 据悉 梅西目前效力于迈阿密国际队 香港也因球队的到来 在近段时间掀起一股梅西热 当天中午12时 记者在球场外看到 观众在检票口排起长队 许多球迷穿上梅西同款球衣进行应援 球场内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官员到场助阵 梁朝伟 邓紫棋等香港知名人士已到达现场 下午30时许 曼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主席 前足球运动员贝克汉姆现身绿音场 引来现场观众欢呼 16时8分 表演赛正式开始 最终以迈阿密国际4比1获胜 不过 梅西和苏亚雷斯等球星 在正式比赛中并未上场 引发球迷不满 比赛结束后 贝克汉姆绕球场一周 向球迷致歉 对于梅西和苏亚雷斯的未能上场比赛 曼阿密国际主教练马蒂诺在赛后记者会上表示 梅西目前正受肌肉炎症困扰 苏亚雷斯则是膝盖受伤 如果上场比赛会面临风险 梅西目前有肌肉炎症 当我们与医务人员坐在一起商考时 他们说球员今天上场比赛风险太大 就苏亚雷斯而言 他的膝盖在阿拉伯利亚德第二场比赛的第二天 就出现了肿胀的问题 然后他就不适合今天上场比赛了 马蒂诺说 很感谢球迷的热情 及对球队的喜爱 不让两位球员上场是队内医务人员的决定 他希望得到球迷原谅 首先 我为我们这些天在香港受到的待遇感到非常高兴 事实上 我们真的得到了所有人的喜爱 其次 我们理解今天体育场内的观众 因为梅西和苏亚雷斯的缺席感到失望 这一决定是与医务人员共同做出的 我们理解人们的失望 我们向他们道歉 香港特区政府就此回应表示 此次活动获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 颁受M品牌认可 以及相应拨款资助 特区政府和一众球迷对主办单位的安排感到极度失望 主办单位欠球迷一个解释 未来 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将根据协议条款 与主办单位跟进 包括可能因应梅西未能出场而扣减赞助款项 据统计 当天比赛吸引近4万人入场 地区政府应用于尽量 那是什么地方 优优优独播放